上回说说到吴国的军事思务 指挥大帝人马一举攻破了楚国的都城 楚昭王带着文武官员上船跑了 打算上哪 打算奔一个小蜀国 这地方叫云城 可是这一带不好走啊 到处都是湖国沟塘 叫什么 那时候叫云孟泽 人间稀少道路难行 这天晚上停船休息 突然间树林里蹭蹭蹭跳出人来了 手拿刀枪到了 昭王的船上把刀一举 把金银给我拿出来 堂堂的一国之主 居然遭到强盗抢劫 有几位大臣赶紧过来 把昭王一挡 哎呀你们这些强盗 你们睁眼看看 狗胆抱歉 告诉你们 他是楚王 哈哈 楚王 我们不管什么叫楚王不楚王 从平王到废无忌 从废无忌到囊瓦 哪个不贪金爱宝啊 难道只许你们 精神要金银 就不准我们穷百姓 要金银财宝吗 无路可走 没反制 抢了 啪 这一刀下来 就把这位大臣砍成重伤了 这些强盗往常一用 后边又跑出来几十个 就把船上的金银跟职银的东西 全都抢光了 幸亏有大将斗钞 还有其他几个战将跑过来保护赵王 这些人才跑了 赵王这些人好不容易逃到了游城 赵王架前有个大臣叫斗信 这斗信当初是游国的君王 他认为到了游城可以踏踏实实 展现安身了 没想到斗信的弟弟斗怀 要杀赵王 为什么 因为他们哥俩的父亲 从前也被楚平王杀了 现在要屁股抱头 杀不了平王 杀上儿子 这斗信不干 兄弟 脑子有罪 儿子不犯法 你不应该拿儿子开刀啊 斗怀不干 怎么不能啊 当初平王 冤杀了武朔全家之后 还要斩草除根杀不止去呢 哎 他是君咱们是臣 他错让他错 咱们可不能趁人遭难之时 再踢人家一脚 斗信是一再拦阻 斗怀 这才没杀 斗信跟子妻这么一商量啊 这地盒不能久待了 斗怀老想杀赵王 咱们赶紧跑吧 往南跑 再往北跑 逃到一个小国 随国 随国之主 就把赵王收下了 总算赵王有个安身之地了 就因为楚平王无道啊 他的仇人太多了 害得他儿子也跟着倒霉 这个消息一直传到鲁富江 公子深的耳朵里 公子深一想 赵王全跑了 得了 我赶紧去吧 也到了水国 去找赵王 这么翻回头来 再说招闹母亲 就这位秦国的公主梦盈 自己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头了 不出去了 往里头送吃的 得从窗口里给我递进来 准备利口宝剑 往身旁椅上 躺过有五病破门而落 我就自问 后来汪河鲁也没把他怎么样 还让宫东的宫女伺候他 就随他去吧 爱干什么干什么 等军事孙武进了引渡之后 就顾不得再追楚昭王了 头一件事 赶紧派人开坝放水 不能让老百姓受水淹之苦 接着就替重疆继攻 出榜安民盘查仓库 安置祥兵镇继灾民 同时派人守护王宫 把宫中所有的人 暂时关在后宫 然后派人请吴王河如济引渡 放水的冰冰仍然做着木筏 到赤湖 就把四周的土坝给挖开了 让赤湖的水往四处流 倒其他河流沟塘 然后流入张江 要把新开的河道堵上 赤湖的水就出过来了 这水来的快退的 也快雨又停了 天也晴了 水退的更快了 不到三天 水全退光了 一切成为恢复原来的亚子 吴子虚会和汪河如的队伍 等水退了之后 够奔引渡 孙武德报 知道汪河如跟吴子虚大的人马 离成不远了 赶紧带着所有的战将出城迎接 等面见望河如之后 军事司徒就禀报了去济南引渡的经过 然后请河如入城进攻 这些楚国的黎明百姓 知道赵王无能 能把在朝中弄权 所以这些老百姓挺不满意 现在吴兵来了 他们打算把我们楚国怎么办 所以大家伙跟在吴兵的后边看热闹 打听消息 这些兵就在教军场驻扎了 吴王君臣勾奔楚宫 到了宫门外下马 九声大炮响 打打打打打 鼓声掀天 月韵骑走前呼后目 往河如声殿 文武官员上前道喜呀 然后往两旁门一站 国王河如就命手下人 在龙岸两边设了两个座位 上手做军事顺武 下手就让吴子虚落座了 表示自己对了两位功臣的敬重 所以又今天 这不是靠他们二位出力吗 马上传令分锁御膳坊 准备酒宴 在殿上大摆宴席 庆贺入影之席 王河如坐在龙椅上 哎呀 你看这个宫殿真好啊 富丽堂皇 比我吴国那强多了 楚王的王位 现在由我坐呀 哎呀 真好啊 真好啊 乌王河如越想越高兴 越想越高兴 张个大嘴 看了看文武官员 这份痛快 咧着嘴落 他在这乐 女子虚呢 自打进了影渡的城门 他就想哭了 忍住眼泪没流下来 这会实在忍不住了 眼泪忘下一掉 哎呀 伤灾呀 伤灾 人不伤心不落泪呀 现在回到影洞 吴子虚处境伤情 想起当年父亲全家三百多口被害 爹爹 爹爹武社就在这座殿上近见平鸿 而被关进间中 后来被杀 哥哥武上被转进影渡 连功能都没能进 就被关起来了 自己被逼单身逃走 昏金平鸿 竟忍心把我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百余口 进阶断尽 刀头 想起这些事 吴子虚能不伤心落泪呢 苏武呢 坐在旁边不说话 苏武心说 何卢笑 让他笑吧 他应该笑 现在坐在楚国的王位之上 那么吴子虚哭 让他哭不 他应该哭 全家三百多口 无辜被杀 那么我苏武呢 我答应帮你们做的事情 已然做得差不多了 我得想想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这三位 坐在店上还真有意思 一个笑一个哭 一个不开口 一个开心 一个伤心 一个想自己的归路 各有各的心事 各有各的打算 各有各的神情 吴子虚这么一哭 旁边有一位也哭了 谁呀 伯癖呀 他的遭遇跟吴子虚相同 他一看吴子虚哭 伤心也流些眼泪了 望何路看吴子虚在旁边哭 知道他想起全家的身仇大恨 他哭 把伯癖带着也哭起来了 这是大喜的日子 在这经典之上哭哭啼啼啪 讲小信了 干脆 我安慰他们几句吧 吴将军 请收起眼泪 军府的大仇 顾驾不会忘了 明日顾驾就命令 先把楚王的宗庙拆去 因为现在平王废无忌然死了 新军已然溜了 暂时捉不到了 我帮着你实现自己的誓言 你当初曾经带过信 告诉我楚平王 他如果杀了你的父兄 将来你拆毁他的宗庙 现在我让你出气吧 吴子虚赶紧站起身心 多谢民用 吴子虚也知道 现在哭不是实话 既然吴王这么说了 只好止住眼泪 什么叫宗庙 这宗庙就是君王祭祀先人的地方 俗话说呀 就是敬祖宗的地方 要按照周朝的理智 天子有七座庙 大夫是三座庙 其他一般人只有一座庙 不过只要天子诸侯 敬祖宗的庙 才能成为宗庙 其他的只能叫家庙 虽我本来一句话都没说 这时候听说 吴王鸿鲁下令 要退楚国的宗庙 而且吴子虚站起来 谢过民工了 虽我忍不住 把嘴张开了 主公 可不可拆毁楚国的宗庙了 哎呀 君士 这是为何 主公 倘若拆毁楚国宗庙 这意思 就是要灭了楚国 要以臣司徒看 还是存储为夷 啊 公家好不容易请君身里出山 劳师动众领兵伐楚 武战而入影度 难道我空牢往返 把影度再让给那弃成而逃的真而不成吗 哎 主公 臣并非如此 主公明进 凡兴师征讨 主要是再一个字 那就是义字 义师出政 方能获胜 向楚平王纳西卓子 任用坚定 内陆忠良 外邪忠侯啊 至是老百姓愿声载道 天下人心不服 所以我吴君伐楚 才有今天之声 而尽楚都已破了 倘若主公 拆毁 楚国的宗庙 拥霸 楚国之地 那么 民心必愿 民愿 则我难以久力 不如保住 楚国的宗庙 立顾太子 弥剑之子 公子圣 为 楚国的新君 公子圣 先受武将军 生死 与共之恩 后受武国 多年养育之情 他感激 主公的恩德 自然 年年进贡 臣服于无 而楚民 也能够 心悦臣服 列国诸侯 也都佩服大王 仁义过人 对主公来说 民实俱全 君是孙武 说这话 说的对不对 说的对 废掉昭王 立公子 胜为楚王 如果按照 孙武的话办 汪和鲁 不但破除有名 而且破除不灭除 这名声就更大了 君是孙武 这些话说出来 旁边的楚国王臣 吴子续听了 点头说好 对 有道理 吴子续 心说这个张成不错 想当初我九死一生 历尽千辛万苦 带着公子圣跑了 宁可自己饿得肚子 先让他吃饱了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的 把这位周周正正的 楚王后代这条命 保全下来 平王死了 李建 已然不在人世 现在就应该 由公子胜来继位 他如果做了楚国的君王 我跟吴王 都是他的大恩人 他当然要对吴国称臣 将来吴楚两国联合起来 何惧天下诸侯啊 那么汪和鲁呢 听了肃武这些话 只摇头啊 君士 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想我 早有称霸之志 现在已然破楚了 怎么能得二父亲 就应该灭完楚国之后 看着灭楚之位 横扫重远 一成霸业 君士 甭说孤家当日 答应过吴将军 要替他保全家遭害之头 即便当日没答应过吴将军 那么楚国的宗庙 今天我也非差不可 此事 孤家做主 君士 你不必阻来 吴王婆罗的话可说绝了 这意思 楚国的宗庙是非差不可 这不是君勿大事 你孙武啊 甭管了 话说完了 君士孙武 连看都没看吴王河鲁 也没张嘴 旁边的文武官员 就更不能说话了 孙武虽然嘴里没说 心里可说话了 心说吴王河鲁 你这雄心倒是不小 我早已然料到了 一旦你得下楚国 你总得犯你的交病 把列国诸侯全都不放在你河鲁 的眼里 你认为凭你吴国的这只人马 就能独霸中原吗 判不到 我早就说过 我孙武帮助你河鲁 只能帮你称霸一时 不能帮着你称霸一世 就凭你吴国这只人马 让我孙武去征途列国 我没这么大本事 反正我劝你是一番好意 你既然不听就随你去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到了将来 你在楚国东不下去了 你就知道我孙武的话对了 我呀 有我自个的主意 等将来我把兵马 带回吴国的孤苏 我呀 告辞回转我的海陵罗浮山 这回他们没话说了 酒已然准备好了 垫上白酒 大家伙入座举杯助酒 喜气洋洋 往河楼望着一坐 心里高兴 他一想 现在大军都进了引渡了 用不着睡帐篷了 我当然是住在宫中 这些文武官员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 也应该让他们舒服舒服 君王住在君王住的地方 那么大臣呢 就应该住在大臣住的地方 来呀 你们这些文武官员散了席之后 就按照身份 住到楚国那些大臣的家里去 就这一句话可坏了 等散了席之后 这些文武官员差点打起来 为什么要打起来 为了抢房子 抢谁的房子 就抢楚国原来另一能瓦的房子 头一个就是唐成功跟蔡昭宏 两人一想住南瓦的府 二来 雕丘跟千里马还在南瓦的家呢 两个人头一个来了 他们俩刚那一坐 外边进一位 薄皮 薄皮家已然被南瓦全都烧了 我应该在这住 你妈妈走吧 这二位没有办法 惹不起 找着千里马 找着雕丘 就离开南瓦的府了 薄皮想住外边来一位 公子山来了 公子山是汪的儿子 薄皮惹不起 得了您住吧 薄皮走了之后 公子山帮着一坐 外边又来了 大将夫盖 这夫盖是公子山的叔父 公子山一看 得了您在这住的 就这样 夫盖住了另隐囊马的府 而叔五就把君师府 设在从前老大府 我说的太师府 跟吴子曦两个人住在一块 忙军中的事情 我得善事善终 第二天 沃河鲁传下命令 就拆毁了楚国的宗庙 吴子曦找着爹的坟 找着哥哥的坟 就剩下两堆灰土了 贵岛在坟前放声大哭 祭奠一番 怎么办 拆毁了楚国的宗庙 我出了气了 可是现在楚平王死了 废无忌也死了 小王也溜掉了 我怎么抱我往日的泄海身头 我得亲自要楚平王的人头啊 吴子曦马上去见汪河鲁 没故 我全家大愁献菜没报 我想决楚平王之母 拿他的尸身报仇 汪河鲁乐了 我之所以我今天主要靠你帮的忙 这件小事不用跟我商量 他的尸骨只不过是一堆枯骨了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随你的便 谢年功 吴子曦马上带着手下人 找楚平王的墓 军事司徒知道了 知道了没张嘴来 可也没帮忙 因为他不赞成吴子曦掘仇人的坟墓 可是他也知道吴子曦怀着深仇大汉 所以就没管 吴子曦找楚平王的墓 不好找 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外 全找了 全有 把这墓挖了 刨出来 把棺材拿出去 看是空的 里边没有仇人楚平王 最后找着一个石匠 才打听明白这位石匠当初修楚平王的墓 因为跑到那是跑出来了 没被驯驾 听这位老石匠指点 吴子曦找到了辽台湖 吴子曦带着兵到了辽台湖 这个老石匠把所有当初死的这些石匠的家眷 全都带来 人家多呀 人山人海 要看吴子曦跑楚平王的墓 楚平王的墓在这辽台湖里头 要不是这石匠谁也找不着 水旺旺一片汪洋 什么都看不见 老石匠在这直直点点 吴子虚命 并定把水全投干净了 最后找到楚平王这座坟墓 把坟墓打开之后 上边是一口大棺材 什么都没有 棺材底下的大石板 把这石板翘 望起翘得翘开了 大家伙瞧不动 吴子曦过来 用起平常之力 就把石板搬开了 望下一看 岔那 所有的台阶上全都是死尸 一看这母爷都不愿意死 里边有公园 有石匠 还有些兵兵 这些石匠的家眷看见了放生痛苦啊 骂呀 骂给武道的欢君楚平王 再往下就是宫殿了 进了宫门之后 有前殿穿过中殿 奔后殿 不少的石器 金器 银器 陈列两侧 这箱子里的全都放着珍贵的珠宝 在后殿 正当中 放着一口大大的楠木棺材 怎么这么大 一张六长 一张二宽 原来是大棺材套小棺材 三口棺材 等把这棺材打开了 大家伙的气呀 里边是香气扑鼻 楚平王躺在棺材里头 就跟睡觉一样 既没腐烂也没变形 据说楚平王的尸身 用水银炼过之后 到现在有香料搁着 所以才完好如生 如此去看见楚平王 想起了父兄和全家 三百多口 就让怕杀的 不由得怒从心中起 恶像胆边上 右手一伸 砰 就把楚平王胸口的袍抓住了 混进 你也有今日吧 望起这么一拎 悬了哭了 想着望别一扔 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实际的家小全都嚷上了 该死的昏军 打 打这天杀的昏军了 这个也喊打 那个也喊打 喊了半天 没人敢动手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还是害怕 楚平王是郡 他们是民 虽然 虽然现在楚平王早已的没有 知觉了 这些老百姓不敢碰 吴子虚不怕 本来他想拔出七星宝剑 一剑割下平王的人头 听起这些人很打 对 今天不打 昏军不出气 一伸手就把九节同鞭出出来了 吴道的昏军你招打吧 啪啪啪 吴子虚鞭打楚平王的死尸 老百姓一看胆大了 全过来全打 打多少鞭 有个当兵的在旁边数着呢 吴子虚打了三百鞭 楚平王的衣服被打烂了 肉打飞了 骨头都碎了 吴子虚止住同鞭 一瞧楚平王的两只眼睛 你中间不分 闲鱼不变 好歹不识 网友二目 把边王要了一下 一叉 俩手指都一伸 碰碰 把楚平王两颗眼珠的挖出来 然后手持宝剑 碰 宝剑望下一度 把楚平王人头砍下 宝剑入侠 吴子虚带着所有的人 有打牧师里走出来 这些实践的家小 都觉得泄了心头之恨 纷纷告辞各自回家了 吴子虚就觉得肩上 泄掉了一副重担 感到浑身轻松 然后命冰冰 就把牧师里的金银珠宝取出来 送到宫中 把平王的烂尸抬出来 往岸上荒地上衣料 然后挖出把牧内填平了 算是把下边的死人草草安葬了 最后把牧拆除了 命冰定 板门室仍然归营 吴子虚回转太师府 楚平王是杀三兄夺王位 继位之后昏运无倒 害死了多少忠良之臣 还有无辜的百姓 死后又活埋了这么多人 为他殡葬 当然是遗臭万年了 楚平王死后八年 楚国王臣吴子虚杀奔楚国 掘墓便是有人赞成 可是也有人认为 吴子虚杀回楚国 掘墓便是蜿蜒格头 做他未免泰国疯了 这件事惊动了一个人 这人是谁呀 这个人是吴子虚的好朋友 结拜的哥哥申包虚 这个申包虚是楚国的忠臣 到了后来申包虚 为了赴楚 面见秦国之主秦埃公 请你看在亲亲的份上 你出兵就楚 秦埃公不干 我跟楚国断交了 他们家的事我管不着 申包虚在金剑之上抱住 停住放生痛哭 饭不吃一口 水不喝一地 整整哭了七天七夜 眼泪把袍都淌湿了 地上都湿了一大片 这段书叫哭秦廷 秦埃公被他哭动了心了 所以指挥人马兵发楚国 恢复了楚王的天下 后来吴子叙回到吴国之后 虽然一心抱下吴国 但是汪和鲁死了夫差继位 吴子叙被奸命所害自吻身亡 这就是后话 现在吴子叙尸之后 想捉楚昭王 指挥人马就到了水国 没想到昭王不在 吴子叙就兵发郑国 以为昭王在郑国 可那昭王也没来 这好囊娃在这儿呢 就把囊娃给杀了 吴子叙不退兵啊 要替孤子蜜奸报仇 当初你们差点把我抓个歪的报仇 更在这个时候 咱们前文书说过的 于丈人的儿子来了 于丈人的儿子出面解围 吴子叙在退兵返回楚国 后来秦国的人马 打到了楚国了 吴子叙一想 彻底不能久留啊 就跟申包区两个人商量好了 把公子盛从吴国迎回楚国 然后跟军事虚武 班师反奴 张王回到引渡 还是楚王 封了公子盛一块地方 吴国的人马回到吴国之后 吴王想称大于天下 才引出后来的无悦交诈 牧业 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